大家好我是蠻蠻蠻的這一集 原本是炎帝 那由於炎帝沒有強化物理攻擊的手段 所以我們用了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讓他帶來模仿香草 技能則是讓他學虛張聲勢 虛張聲勢會讓對手混亂 不過對手的攻擊也會提升兩階啦 但是他提升兩階 我們用模仿香草的話 也會跟著模仿提升兩階 所以也算是另類的劍武 不過只能使用一次 而且會幫對手加攻擊 所以能不能讓他混亂打自己 這個就是很看運氣了 然後神聖之火不用講啦 這個一定得帶的 然後我們選擇帶一般太金 配上神術啦 其實三聖獸 炎帝水軍雷攻都會用神術 不過最適合的還是炎帝 這位叫鐵頭就專門打岩石系啦 因為火系號一般系打岩石都是減半 奴隸值攻擊速度252 性格是爽朗 那麼先上聚早怪丟眼心眼 防止對手有氣勢皮帶 然後說的聚精怪吧 哇 聚精怪可以打他的雙奶仙 鐵包袱 然後應該也可以稍微打一下蜜勒盾啦 這就是我們的炎帝 對手第一隻雙奶仙 那我們先丟隱形眼啦 因為他的特性 鐵木 就是不會被碎 那我們也沒辦法對他打阿籤 哇 是融化這種的耶 我三隻都是物理攻擊 新的寶可夢 新的寶可夢 有點麻煩 我這邊趕快溜了 打快速折返直接跑 哇 他改打冥翔 那還行啦 他可能也怕我換上特攻型寶可夢 我們這邊直接換上炎帝 對他打虛張聲勢 反正他加攻擊也沒什麼用 還可以讓他混亂 只要他一直打自己的話 也是可以打贏他的 也是可以打贏他的 來啦 直接徐章聲勢 徐章聲勢命中85 應該是可以打到吧 來 打自己 我還沒 我先加攻擊 他竟然是繼續打冥翔 不是打融化了 哎呦 那你很危險耶 好貪喔 我們這邊就打鐵頭啦 打鐵頭是兩倍 而且又有機會萎縮 他是混亂 再加上有機會萎縮 他能動的機率小之又小 完蛋 為什麼 欸 三分之一的機會混亂 鐵頭20%萎縮 一個都沒觸發 不過我們還可以繼續鐵頭拼萎縮了 他太驚化了 太金剛也沒關係 我們這一下只要萎縮 好癢 這一下只要他打自己 或是萎縮 完蛋了 怎麼都沒有 他如果打自己 我們下位合打神聖之火 感覺他就死了 運氣不太好呢 這邊打神聖之火啦 很痛耶 其實還是蠻痛的 融化三次了吧 來 打自己 再加上燒傷 怎麼都沒打自己啦 不過稀許只穩很癢 我的血很少 那他沒了 我們下位合只要生聖之火打到他 他就死了 他融化了三次 防禦六階 我們打他還是很痛耶 我們打他還是很痛耶 第二次鐵包袱 上來先踩到隱形眼 鎖客充能加速度 任何的速度在我面前 都是無效的 我們直接太盡一般神速 直接秒掉鐵包袱 太舒服了 這位是聖月熊 我們就一樣打神速好了啦 反正我們另外兩隻都還活著 我們就打注意穩 神速命中100 神聖之火有點危險 直接過班 他怎麼是打真空波喔 嗯 咦 那我們這樣子打神聖之火就沒了 全空波 但是我不會死 成功受到月熊 我們就感謝指教啦 那麼一樣先上聚早怪 丟隱形眼 然後出個聚精怪啦 聚精怪可以打鐵包袱 然後我們又有地震 可以打綠缸巧龍 最後一隻就炎帝啊 有第一隻蜜蜜樂盾 因為我們有地面戲 所以他電招 我們是免疫的 而且他就算打流星群 其實聚早怪也不會倒啦 我們就先丟隱形眼 直接換人 直接換人 他換上 摔角隱忍啊 直接觸發電器種子 那摔角隱忍其實 大機率會有再來一次 與其被他打再來一次 我們還不如 直接手動換人吧 打快速摺反 就是怕被他打再來一次 然後 又被他彈到劍武啦 反正他就算直接打劍武的話 我們就等於是 少打一次的快速摺反而已 其實沒有差很多 直接換會比較好啦 OK 他是直接打劍武了 不過聚精怪其實蠻硬的 我不覺得他可以直接抽掉我 我們就打精神之雅吧 看他要不要按太進化 精神戰 沒事 聚精怪很硬的 但麻煩的是他是太金剛啊 唉唷好痛喔 好像是有要害喔 那我們就打子彈拳吧 加減再打一點血量 太金剛的話很麻煩 感覺還沒到我們炎帝神速的斬殺線 因為我們這裡要比他快 就只能打神速 所以只能先上聚早怪了 聚早怪不至於被秒 還是炎帝其實也不會被秒 炎帝是比較軟一點 沒關係 我們就打快速摺反 好他繼續打精神戰 他要降一次的防禦的話 那快速摺反他就死了 我們聚早怪是真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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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裡應該會換上蜜勒盾啊 但是他蜜勒盾 應該是會打電招過來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換上聚早怪 繼續聯防 他也要登上來了 當然他也有可能打流星群啊 但是打流星群會降 兩劫特攻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換上聚早怪來擋會比較好 好 好 這裡流星群 他也知道我要換聚早怪 不過也是在我們預料之中啊 他這樣降兩階特攻我們炎帝上來 他是秒不掉炎帝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趁現在打虛張聲勢 配合無防槍槍 加兩階的攻擊力 這裡虛張聲勢找到命中 換人 好 他這樣還要再踩到一次隱形眼啊 這裡是鐵包圖 虛張聲勢 命中了 可以 看來遊戲是要結束了 我們成功 壓到兩階攻擊力 接下來就是太金一般神術 打到底 是一發可以收掉鐵包袱的 直接秒掉鐵包袱 漂亮 他蜜樂盾上來 還要再踩到一次隱形眼 我看 你也是完蛋囉 怎麼總感覺他的血量 這樣有點多話 沒事 我相信我們可以的 直接神速 這樣沒死 欸鐵包袱的防禦比蜜樂盾還高呢 鐵包袱都死了 你沒死喔 那也沒辦法啦 就只能說感謝指教啦 就一樣出巨找怪手法 留隱形眼 最後一隻一樣巨精怪好了 因為我們有地面招 打他的鐵金擊是4倍啊 完蛋第一隻轟雷金剛新 完蛋第一隻轟雷金剛新 我就知道 他想要用草召打我們去找怪四倍 讓我們這裡直接換上炎帝來聯訪 他的青草滑梯 欸他直接打派洛 哇塞 好狠喔 他也是一個預判 哇 那我們只能直接打神聖之火了 沒別的辦法 虛張聲勢廢了 沒有模仿香草 他不換人也不太進化 他如果這樣子送掉的話好像沒有很賺 他就是拍弱拍掉我炎帝的火仿香草 然後他還開青草場地幫我炎帝回心 你們說是飄香屯 飄香屯一定是後子房啦 火招打他是減半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打鐵頭來評 已經畏縮了 來 三分之一喔 還行 可以畏縮了 不過兩邊都會回血啦 所以估計還要再打個三下 再畏縮兩次 欸他是文佑國 哎呀沒有畏縮了 他打阿謙 那我們這邊只能換人了 不過我們炎帝已經將近快把血回滿了 還不錯啦 換得上去找怪好了 他這個時間點選擇他已經換蠻奇怪的 欸 因為他要打打格啊 但是打格沒打中 漂亮 原來是想要把自己的傷害拉高啊 因為打格要吃果子之後才可以打啦 不過他沒打到 好 我們先丟個隱形眼拉 他怎麼是蛇身衝撞 怎麼感覺他這個怪怪的啊 雙刀的飄香盾啊 那我們就打哈欠了 打格 但是又沒打到 什麼東西 怎麼意思 miss 快樂 OK 那我們就快速適犯吧 他應該會換人 蛤 又沒打到 這假的啦 連三次 miss 喔 又好像沒看過打格的動畫欸 我還蠻想看的 結果他一直 miss 快樂 那我們直接上巨金怪拉 我們精神之牙 打他是兩倍 我們精神之牙 打他是兩倍 目擊是可以直接抽掉他拉 我們直接打就好了 他的飄香盾好像上來都沒幹嘛 好 最後是鐵荊棘 他太精化沒了 所以我們直接打地震 他也沒了 他應該也有地震啦 不過我最近怪其實蠻硬的 我不覺得我會死 OK 很扛 成功收掉 鐵荊棘 感謝指教拉 發現了 那麼老樣子先出去找怪啊 這把勢必雷出雷灌網了啦 因為他有洛奇亞 而且他的出售還真不少 一隻岩石距離 不過他有兩隻會怕隱形岩的 我們就先丟隱形岩再說了 就他直接打鹽鹽 鹽鹽打我們地面戲是減半啦 但是或許傷害打水戲會比較痛 所以還蠻痛的 是真的 那我們這邊趕緊快速折返先溜了 我們先換上雷灌網好了 因為我怕他連續打鹽鹽 鹽第一次到鹽鹽會吃不消啊 他怎麼是替身 那我們就直接打心碎去破他的替身吧 我們先把其他招藏起來啊 不要讓他知道我另外三招是什麼 不要讓他知道我另外三招是什麼 心碎是一定會帶的 所以 直接丟他沒關係 結果他是打自我再生 很好 那我們繼續心碎啊 打他應該是蠻痛的 蛤 怎麼這麼癢喔 欸 他延遲距離給我練特防喔 這麼狠喔 連壘逛網打他都這麼癢 心碎捏 哇 這樣子麻煩大了 不過也只能先繼續打了 喔 他沒有守住喔 不過其實這個三招他也不用打守住啦 他打自我再生就好了 而且他還有替身其實蠻麻煩的 然後我們只能打鬼機了 他不知道我們有鬼機 而且這個後續傷害其實沒有說到很痛啊 打個鬼機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喔 他打守住 你在亂打 你滿血打守住 好像沒什麼必要欸 他打替身我更不舒服 哇 我很少看到有人替身鎖住 是我在生炎炎的 這種其實蠻少的 因為這樣攻擊手段太少了 那我們就直接心碎了 可以 這個傷害 他還按著出替身喔 那你還行的啦 他接下來就算守住 也只能再擋一回合 所以他遲早會死的 而且我們這邊其實是可以打吸取指紋去吸血 我是覺得他這邊應該按守住啦 他真的玩的怪怪的 該守住的時候不守住 他應該要能守的時候就守啊 我吸很多內 他想要這個時候把我收掉 但是我又吸血了 太舒服了吧 血很少的時候反而不按守住了 那我們這裡繼續吸血之吻啦 蛤 這裡也不按守住了 確實是玩的有點奇怪 這隻月月熊 月月熊真空波應該收不掉我 我們就打精神強烈啦 因為他直接血月 我吸到滿應該還是得死 哎呀 差一點 哇 這邊很貪心喔 還打巨生 都不怕我吸他血 不過這樣就夠了啦 已經到我們神速的閃殺線了 只是他最後一隻應該是洛奇亞啦 所以洛奇亞必須交給我們炎蒂來對付了 我是覺得沒什麼問題啦 我們先神速去收掉月月熊 洛奇亞來了 這裡很關鍵 一個沒玩好可能會被他遺傳惡啊 我們這太盡一般虛張聲勢 因為有一些洛奇亞是會帶大帝之力的 可以 可以 血上聲勢 命中85 打中了 剛才那個90一直沒打中 我85一直中 害我有點心虛 而且這邊混亂打自己可以嗎 自己破自己的多重零片 好完蛋 完蛋 他是冥想 那我們這裡一定得打神聖之火了 因為神聖之火傷害比較高 又有50%的機會燒傷 因為他應該是有自我再存的 我們必須靠燒傷去突破他的多重零片 OK 打中 好癢 蛤?混亂解除了 蛤? 怎麼解除了 沒打自己只混亂一回合 這就是神的威力嗎 那我們繼續生聖之火 好 完蛋 他真的有自我再生啦 不可能吧 燒傷一下啦 50% 要害了可以 也燒傷 可以 可以可以 那這樣他慘了 他慘 他這種絕對是耐久練到滿的 所以他冥想兩次還秒不掉我 我們接下來只要神聖之火一直打中 他就完蛋了 還有五次的機會啊 我覺得我們還是打神聖之火啊 我必須得冰一下 可以很痛 自我再生 但是自我再生回的沒有我打得還多啊 所以遊戲結束了 所以遊戲結束了 我們就最後一發神聖之火 跟他say bye bye 成功 收掉洛西亞 那就感謝指教了 我們得到相互 我捨得快 你的眼神 神聖之火 我就可以找到 它來賣 是你會見面嗎 快點 水